大月 嗨 這是真的非常基礎的東西 大月要來跟大家介紹天干跟地支 天干呢叫石天干 地支呢是十二地支 石天干 還有十二地支呢 大月也幫大家寫上去 這就是我們的十二地支 紫醜銀卯 城市五味 生有虛漢 作為華人的我們呢 對於這個十二地支呢 可能會有點印象 比如說他就很容易聯想到你的生肖 對不對 氣吾吳吳吳 兩爪 賣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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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的台語啊 這個十天干跟十二地支呢 我們在命盤上面的定義呢 其實有把它分成陰跟陽 那陰陽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沒有 陰跟陽會對應到我們之後呢 怎麼樣去排你的命盤的順序 對應這個天干跟地支的陰陽區別 大月用了紅色跟黑色的字體來寫 凡是紅色的字呢 它是屬於陽性 黑色的字體呢 是屬於陰性 在你輸出命盤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上面寫你是 陽女 陽男 陰女 陰男 有沒有 這個東西呢 其實看的就是這個 譬如說你是假一年 假 你是女生 你就養女 很容易嘛 拼起來 譬如說 今年是辛丑年 出生的男孩子呢 它就會是陰男 沒有什麼陽的好或是陰的好 沒有這個事情喔 它只是在我們的命盤 要怎麼個轉法 有用到而已喔 好 這個是陰陽的部分 大家可以發現 這個十二地支啊 同時出現在我們的命盤上面 這個地支出現的這個位子呢 它是不會變動的喔 你去看看每一個人的命盤 這個位子一定都是紙 這個位子也一定都是醜 這個位子就是固定的 大月呢會把它跟生肖合併一起記 這樣子我自己比較好記 那你也可以選擇一個 你比較方便你記憶的方式喔 譬如說今年是辛丑年 那今年是牛年 對 丑就是牛 大月吧 相對應的生肖也寫在上面 給大家知道一下喔 大家可能通常比較知道自己的生肖 對應的那個地支為什麼對吧 丑呢就是牛 去年呢是庚子年 去年是鼠年 所以呢 對應的鼠就是子 牛就是丑 所以老虎就是癮 這個是不會變動的喔 十二地支對應十二生肖 大月把它合併在一起之後呢 可以很快的聯想到 比如說呢 屬羊的 羊就是胃 屬蛇的就會是 屬龍就是成 這樣是不是久了久了 就會很容易的把這個生肖跟地支味 合併在一起記 那記得這個地支味 在命盤上面是不會動的 那會動的是什麼呢 就是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所有在上面呈現的東西呢 排列的方式都會稍有變動 當然啦你的心要放上去了之後呢 心要會固定在那一格 只是說公位會變動 所以解釋起來就不一樣囉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十天干跟十二地支 複習一下 陰 陽 你是陽男 陰女 還是陰男 陽女 只要看這裡 就知道囉